HELLO 大家好 伸手不见五指 黄矢木在路上听着广播 警方最近逮捕了一名酒驾男子 法务部正在讨论是否关闭虚拟货币交易 受持续不断的农物影响 海岸线已全面封闭 桶莹附近的客轮也全部停运 农物预计会持续一整晚 桶莹正是黄矢木被下放的地方 他发现禁止出入的警戒线好像断了 得联系一下 海洋工团重新设置一下 位置是龙南海岸路 结果刚到酒店 就看到救护车去了龙南海岸路 那边警戒线断了 难道是出了什么事 他拐回去看了一下 果然出事了 围观的人还不少 听说是有人下去游泳溺水了 鞋子留在岸上 是双限量版的鞋 旁边有个年轻人 下水的是他朋友 这时一个海浪把人卷上岸 警方把尸体抬上来 年轻人害怕了 他一步步往后退 眼里充满了恐惧 是朋友的话 不应该上前看一下吗 黄矢木在一旁默默地观察 年轻人看上去很紧张 他们刚上大学 昨天喝了点酒 醒来时两个朋友已经不在了 黄矢木试着还原现场 两人刚到海边有点兴奋 但问题是为什么一个拖鞋 一个没拖 下海的时候他就在附近 但雾太大 没看到人 只注意到警戒线断了 后来一个人上岸 一个人溺水 上岸的想去救人 结果把自己的命也搭上了 那时他刚走 雾太大 看不清真相 计长打来电话 问他怎么还没到 今天要给他举办欢送会 厅长都等了半天 他这个主角却迟迟不肯现身 黄矢木没有理会 他对这件溺水案更感兴趣 另一面 韩汝真躺在床上刷手机 他有个关注很久的人 那人和他一样喜欢漫威 不久前刚上传了几张照片 是在统荧海边拍的 看完后刷新了一下 照片没了 鸟山是怎么回事 这时新闻上说 警方高层干部 涉嫌将检方的调查报告 泄露给外部人士 2018年6月 警方高层金某 被其后背蒲某走上门 身为检方调查对象的蒲某 询问金某自己是否会被拘留 金某向其透露了很多细节 第二天上班时 韩汝真又听到一则新闻 两名年轻人在统荧溺水 推测是在醉酒状态下 剪断警戒线后下海的 同时也有人指责是海洋公团的失职 因为两年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据悉 海洋公团对警戒线的管理不到位 该地区经常发生意外 韩汝真立刻联想到了秒山照片 照片的背景就是警戒线 与此同时 黄史木被厅长批评 自己的欢送会都不参加 这算怎么回事 黄史木始终如一 一点也不在乎 韩汝真打来电话问 海边的事是什么情况 推测死亡时间是晚上七点到八点半 海岸线五点四时开始管制 三人是从首尔来的大学生 从初中起就是好朋友 父母为了庆祝他们上大学 送了辆车 他们临时决定开车旅行 看样子很想去海边 三人都喝了不少酒 活着的那个醒来后 找不到朋友 来到海边后才发现 朋友下海了 事情大概就是这么个事情 问题在于警戒线 警戒线是没设置好 还是被大学生剪断了 或者说是被有些人剪断的 韩汝真看到过一张照片 一对情侣在统营海边 背景有禁止出入的告示 大概是八点左右上传的 具体拍摄时间不详 重点是照片被秒山 会有这么巧的巧合吗 虽说不能排除醉酒大学生 剪短警戒线的可能 他们年轻 不把警告当回是很正常 但明明可以跨过去 为什么要剪断呢 假设是情侣剪的 那就要弄清楚 是他们先剪的线 还是大学生先下的水 韩汝真决定查查那对情侣 他给对方留言说 有手办要卖 对方上钩了 要先看照片 但手办在家 得晚上回去才能拍 韩汝真想起了张刑警 他让张刑警帮忙 查查账号的主人是谁 走正规流程太费时间 张刑警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从照片中寻找现实 组长一听 韩汝真要查溺水案 也跑来凑热闹 韩汝真知道 这人有女朋友 留言里的8576就是 你有上传的照片 让韩汝真一惊 去统营海边度假 当天晚上就回来了 号主经常去温特斯健身中心 那里的会员费要一亿 是有钱人去的地方 张刑警通过蛛丝马迹 找到了车牌号0437 有了这两个关键信息 找起来就方便很多 韩汝真前往温特斯 张刑警比他早来一步 可没有搜查令 人家不透露会员信息 韩汝真拿出本厅特搜局的证件 对方态度好了一点 但还是不给看 张刑警装得很吃惊的样子 原来本厅也在查这个案子 既然特搜局要插手 那他就收手了 他可不想惹祸伤身 温德斯的人一听 慌了 这特搜局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两人一唱一和 搞到了会员名单 另一边黄屎木莱来到事发地 雾已经散了 警戒线被重新拉起 警戒线的作用就是警示 能防得了 君子防不了小人 黄屎木在海边发现 被破坏的警戒线 好像是被人烧断的 他借了个打火机 试了一下 确定了自己的推测 与此同时 韩汝真和张刑警来到号主家 这房子 有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信号 李大道案的那个富二代 就住在这里 号主不在家 两人准备晚上再来 结果刚走 号主就回来了 难道完美错过 当然不会 两人又杀了回来 当问到他昨晚在不在统营时 他咽了下口水 有问题 手上的打火机也有问题 去统营完 却连夜赶回来 还是有问题 韩汝真问他为什么 剪断警戒线 他突然变得激动起来 表现得这么明显 得带回去好好审问 然而 这家伙却死不承认 说没见过溺水的大学生 也没剪断警戒线 还打了个电话 让他爸给找个好点的律师 另一边 韩汝真被团长叫回来开会 今天跟警方有关的新闻有三个 第一个是关于公开犯人身份的问题 第二个是关于江南警局腐败的问题 最后一个是质疑 侦办未结案件的刑警不够专业 迷失了方向 自从警检两方开始争夺调查权后 每天都会出一些警方的负面新闻 新闻会提及到一些检方才知道的细节 很明显是检方在背后操控舆论 昨天检方有人在酒吧发生冲突 还有个负责调查土地开发的检察官 利用植物质变大量收购土地 赚了不少钱 团长决定用这两件事还击 警检两方为了争夺调查权明争暗斗 成文日报最近开了个系列专题 第一波攻势瞄准了李延在 也就是李张俊的老婆 怀疑他在背后操作 害死了父亲和哥哥 目的是继承家产 据说第二波瞄准的是黄史木 怀疑黄史木在节目上提到李张俊是为了包庇同僚 甚至说李张俊和黄史木私下交易 拜托黄史木别动他老婆 成文的目标是检方 团长认为这是好事 韩汝真也算是当事人 成文的报道与事实不符 可团长不管那些 他要的就是抹黑检方 最近他会去情报局上班 没什么大事就不用向他汇报了 张行警打来电话 来了个很厉害的律师 把人领走了 律师姓吴 以前是法官 黄史木收到了被秒山的照片 那对情侣他见过 他在照片上做好标记 提出了几个疑问 首先是大学生有没有抽烟的习惯 如果没有 要看看是否携带了打火机 其次照片里的情侣是否预定了酒店 预定了几天 是看到有人溺水才跑了回去 还是本就计划回去 另外南方说那天喝了酒 记得告他酒驾 最后再确定一下 那对情侣拍照的时间 另一边 律师让情侣说出实情 这样他才能想办法补救 两人没见过大学生 那天雾大根本看不清 问题是还有个幸存者 如果幸存者看到他们的话 再说一句 是他们简短的警戒线 情况就很不利了 怎么办 找对方和解吧 情侣唱黑脸 吴律师唱白脸 等难听的话说完后 吴律师在出面诱导 年轻人没经历过这种事 被吓唬吓唬诱导 就爽快地承认 没见过情侣 吴律师还录了音 但这录音能当成证据吗 吴律师以前好歹是法官 现在就负责给有钱人擦屁股 换作以前 他一定判情侣有罪 与此同时 环长被搜查局局长叫去 警方决定传唤情报局局长 已经公布事情报局局长向后背泄露消息 环长只有一个要求 请搜查局逮捕情报局局长 至于理由嘛 就说牵扯到了别的案子 总之不能让检方把人带走 关于警检争夺调查权的事 环长有个建议 由厅长牵头 让两方坐下来好好商量 内部消化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不然这么闹下去 得有多少人牵扯进来 协议方面 团长会负责搞定 只要两方能坐下来 事就成了一半 次日 黄史木收到消息 溺水案已不起诉结束 那对情侣被无罪释放 报告昨天才送过去 今天就结案了 效率高得有点不正常 肯定有鬼 看了下报告书 是东部地检处理的 理由是无嫌疑 罪名不成立 这还好说 主要是报告书上有一个人的签名 地检长将原则 这也是位老熟人 黄史木嗅到了一丝阴谋的味道 曾经定监作战的队友 如今要成为敌人了 秘密森林二 第一集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溺水案是这个影子 真正的意图 肯定藏得很深 开局就是迷雾笼罩 预示着这次将更加扑朔迷离 从第一集就能看出 这是一部很有野心的剧 无论是大局观还是细节 该有的都有 演员也全是实力派 有些人可能看不懂警检争夺调查权 在韩国 检方的权力要大于警方 警方只是收集证据提交给检方 最后的决定权在检方 所以检察院是个很考验人心的地方 稍有不慎就会迷失自我 第一季的主题是整治检方腐败 第二季把警方也带上了 争夺调查权这件事 估计是这次的核心 好了 就说到这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还想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怎样扑朔迷离的剧情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